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卫明隔天一早叫搭飞机去金门 当年转账也不如现在方便 为了让大哥能及时拿到钱应急 他干脆将提款卡直接留给对方 连卡片密码都写下了一并给予 他坦言当时想法很单纯 觉得这个人毕竟是演艺圈大哥 大哥怎么会弄你呢 所以就放心地把提款卡交了出去 六天后 陈卫明工作结束从金门回来 直接上大哥家里去拿提款卡 对方刚好不在 由助理戴维把卡片转交出来 他也没有想到要检查 直到两天后开车出门加油 把维萨卡拿出来要刷卡结账 被加油站员工告知 这张刷不过 客户之下到ATM一插卡 才发现本来有130万积蓄的账户 竟被提领一空 经历这件事 陈卫明再也不借钱给任何人 除了新任被践踏的原因之外 也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积蓄 我是那种有一块花五块的人 他现在如果又收到借钱讯息 就会把存折余额发给对方看 坦然告知自己是真的没钱 对方就会因此失去的 去找别人借 完全避免跟别人再有金钱关系 57岁资深艺人陈卫明 曾有一段婚姻 因前妻结婚一年多就出轨 他也死心谈离婚 除了这段婚姻 陈卫明近日也自曝 曾被一名女友设局 房产竟被转移到对方名下 被迫搬离自己买的房子 整晚流落街头 欠卡债 房债等让他负债千万元 当时无收入的他 几乎来到破产地步 苦苦偿还整整四年 才脱离苦海 陈卫明近日上节目指出 他当时手上有四个节目通告 收入方面都很不错 怎料四个节目突然收摊 他顿时失去经济来源 完全没有收入 闲下来后就发现女友开始变了 陈卫明有天 在外和朋友聚餐时 突然接到女友来店告知 房子我卖掉了 你回来清控一下房子 他心想房子登记在他名下 在他没有同意下 怎可能卖掉 才知道女友早已拿着他的印章 身份证 将房产权登记改成自己的 但贷款却是他傻傻在付 陈卫明无奈只能 先将自己物品收进垃圾袋 开着老奔驰狼狈再走 并赶紧联系朋友 找到一间临时套房租屋处 直到天亮才搬完 整整一晚流落街头 陈卫明自嘲 当下被告知房子没人时 反应就像以为遇到鬼一样 女友昨天还睡在我隔壁 轻轻我我的 结果今天就翻脸 由于房贷还有900万左右 卡债约400万 陈卫明付债上千万 替女友偿还四年才还完 陈卫明傻眼说 当时因为没有通告没收入 好在还有商业可以接 但一拿到薪水 隔天就到银行还钱 身上根本一毛不留 痛苦还债四年 才熬过苦日子 台湾男星陈卫明 出道多年 他在节目上常常展现出 好男人的霸气形象 受到很多粉丝喜爱 和不少演艺圈新人 也传出绯闻 感情生活看似精彩的他 其实曾有过一段婚姻 他和前妻刘小姐25年前结婚 两人生下一子 但不久后就离婚 但是抱出老婆和别的男人走 两人还在隔年闹上法院 之后就似乎形同陌路 对方带着孩子远走加拿大 陈卫明曾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有过两年的短暂婚姻 会分开全是因为对方外遇 两人分开后 就几乎没有联络 对方也带着孩子出国 和新男友一起生活 不过他也一约定支付了儿子的生活费 教育费 然而就在两年前 前妻却因为生病 身体整个衰落下来 在荧光幕前给人铁汗 浪子形象的陈卫明 听闻前妻的身体状况后 毅然决然地前往加拿大照顾 此后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飞过去探视他 尤其他知道前妻交往20年的男友 在知道他身体问题后 才一年就甩掉他 让陈卫明不甘腔 谈这么久恋爱 最后一年就不理了啊 决定自己照顾他 对现结婚时的承诺 不照顾你一辈子 让人看了鼻酸 今年三月底 他再度前往探望的时候 突然心中有个感觉 觉得这次见面是最后一次 决定要多花点时间 陪伴对方逛街 回家中坐坐 没想到才不到一个月 前妻就离开了 就从口中吐出来儿子的名字 陈卫呢 让陈卫明相当感慨 对于陈卫明和荧幕上形象 大不相同 对离开他的前妻 如此情深义重 网友都觉得相当意外 不过他对于自己这些付出 也只是淡淡地说 男人嘛 不然怎么办呢 与其透露些许无奈 陈卫明与前妻 在1993年结婚 后来因为前妻外遇 在儿子满一岁时 别人便离婚 几年前 前妻离癌 重情重义的他听闻后 坚守结婚时 照顾你一辈子的承诺 不计前嫌飞往加拿大 陪伴对方走过人生最后一程 对外界大赞是真男人 陈卫明在节目透露 当年和大四岁的前妻结婚时 自己才21岁 两人婚姻虽然维持五年多 不过前妻在度完蜜月就后悔了 甚至拒绝刑房 就连躺在床上 不小心碰到他 都会被立刻大力甩开 直到离婚多年后 陈卫明于偶然状况下得知 前妻在婚后一年多 就有了小王 而在前妻病逝前一年 小王才提出分手 回顾陈卫明的情史 他曾被一名交往 六七年的前女友陷害 两人分手三个月后 突然接到法院传票 才知道印章被偷拿去 盖本票及借据 诉讼过程中 更发现身份证 被拿去办信用卡 陈卫明愤而提告去败诉 甚至反被对方告诬告 让他大叹 台湾法律是有钱 有本事的人在玩 而在打误告官司的过程中 陈卫明决定不请律师 起初还觉得 法官讲理的他 没想到一审 竟被判刑八个月 气得他狂飙脏话 但他放弃上诉 果断去坐牢 最后被关了四个月 这样的行为 还引起法院讨论 陈卫明说 所以你们现在上网 可以查到一个 陈卫明条款 就是都可以一颗罚金 经历过这几段感情 陈卫明现在对感情的态度 笑说像是买乐透 有没有人中奖 有 但会不会是你 可能 所以不是没兴趣 是偶尔经过 你就会去买一张试试看 你也期望他中奖 可是你知道 没有重视必然的 受封为鬼王的陈卫明 近日上节目时 分享了一件恐怖经历 自己曾和一位正妹好友 有暧昧情愫 别人传讯也长达半年 某天打电话 到对方家想约出来 竟得到他死了四年的 惊悚答复 陈卫明近日上节目 分享鬼故事 被问及有没有至今 回想起来 都会毛骨悚然的经历 他想了一想 接着说到现今 有着各种交友软件 但早期台湾仅有MSN 被提及多年前 儿子在北京读书 为了陪伴孩子 选择定居在北京 也在那里工作 但会随身带着两只手机 一只是内地号码 另一只则是台湾 某次台湾手机 收到一封讯息 一看竟是许久 未联系的正妹友人 对方询问你在干嘛 他当时回应 自己在北京的状况 接下来几天 对方三不五时 就会传讯问候 你在干嘛 你好吗 这两句 但陈卫明不管回复几次 总是得不到对方的回应 只是某天 陈卫明忍不住小小抱怨 怎么都没回复 有空来北京玩 可以找他 此时女方回复 好 就这样来来回回 暧昧传讯了长达半年 陈卫明心想对方 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某次回台北洗完澡后 对方又传来讯息 你在干嘛 陈卫明表示自己回台北了 还说改天可以碰面 但对方没有理会 此时他也没想太多 可怕的是 陈卫明当时用手机 看旧新闻 个人发现MSN早在当年4月就停了 我那时候是10月 很纳闷 那我怎么还在用 后来他因缘际会 找到女方家电话 打去想约见面 没想到对方家人竞称 他肺癌走了4年了 但恐怖的事情还没结束 陈卫明表示之后 回到内地 跟一群朋友在吃饭 大家开始拱他讲鬼故事 他便道出这段MSN故事 此时陈卫明的台湾手机 突然传出登登登的讯息声 一看又是来自那女生的 你好吗 凹谷悚然的经历 但他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会挤鸡皮疙瘩 不仅如此 他还透露与对方 2013年的传讯内容 都还保留着 未曾删除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